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雪,在老挝的第二天 昨天听这个酒店老板说,他们这块人均的工资每个月不足1000块钱 所以我就特好奇老挝这块的物价 那我一会儿就决定去一趟超市 带着老挝币30万去买一下东西 去看一下这边物价的高与低 10万块钱一张的 10万是他们老挝币的最大面值了 30万和人文币是100块钱 我先给你看看他们这边钱就非常的奇葩 这是多少面额的 这是10万的 但是右下角这有90万对不对 一开始我也觉得奇怪 后来了解了一下才知道 阿拉伯数字的1在他们老挝的文字里就长得这样 所以它这是老挝的文字 这是数字 所以这是10万 同样的 你看这是2万嘛 它就写成有点像6万一样 其实这是老挝的数字2 这一点咱了解一下无用知识 走了 去超市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 它这边我买的这些饭总吃不饱 老饿 所以去超市采购点吃的东西 对 还有酒店提供电动车 还有没车了 老板咱们是没有车了是吧 三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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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行 我去超市买点东西正好 正好放副驾的位置 行 好 哎呦 我怎么有点抗日剧的感觉呢 开这车了 就这超市 找一些咱们经常见到的东西啊 看看物价 空烧牛肉面 18万 我教大家简单的方法啊 去掉三个零除以三 这就是六块钱一个 来两个 一升的橙汁 十六七块钱和人民币 这水吧 一块钱 和两块出头 巧克力 这挺贵的啊 和吃七块钱一个 来两个吧 这就合多少钱了 这就小五十了快 咱中国的黑人牙膏 和十二块钱 都一个价 十一二块钱 中华牙膏也是 芒果 这边都论公斤啊 九块钱一公斤 大白菜 五块钱一公斤 这也是生菜也是五块钱 还有这种包了 啊 就 哇 天 人家弄倒了 这多少有点相似啊 跟着 二三两一除以三 二百块钱 放这儿吧 这上面还是中国的价签了 全国统一零售价一千二百九十九 全是中国的调味品啊 海天的 海天七百克蚝油 和十六七块钱 小蛋糕 十块钱一盒 薯片八块钱一挂 鸡肉肠不到十一块钱 一包 将近一公斤的琵琶 和十五块钱 差不多了 别买超了 咱有限额的 我的小车何在 也算满载而归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儿 还是差点意思 昨天晚上的时候 那边有一个集市 晚一点咱再去看看 看集市里边东西什么呀 我先把东西放回去 中国车领克01 小孩几岁了 听不懂 你们听得懂中文是吧 这是谁的孩子 是你的孩子吗 你才多大呀 18岁然后小孩五个月了 你们是在这个酒店工作吗 你们是在这个酒店工作吗 他们俩工作是吗 酒店这块收入怎么样呀 方便说吗 三百老币 三百老币 那就是和人民币是多少钱 一千块钱吗 也差不多 差不多 行谢谢啊 小孩长得真好看 谢谢啊 十八岁 这都是你的孩子吗 我看你们都好好好 你们都不大吧 你应该也是十几岁啊 我二十一 二十一啊 你几岁了小孩 她是你的大闺女 她几岁了 两岁半 我问您一下就是在路边 很多的那种就是摆一个摊一个摊的 好像是拿一个机器 那是卖什么东西的 卖彩票的 好 谢谢啊 超市离这酒店也近 两三分钟回来了 这个房间里边还有个冰箱 挺好 因为这个酒店它没有早餐 有时候我也起的晚 赶不上其他饭店早餐点 在那吃的 方便 啊 琵琶成了这个 老郭的琵琶怎么样啊 琵琶个儿不小啊 熟没熟啊 都快忘了怎么吃了 这东西不经常吃吗 不包皮是不是也没问题啊 嗯 嗯 好像不是那么太熟 嗯 就有点酸 甜度也还可以 我觉得最值的就是琵琶和那个橙汁了 最不值得就是巧克力 我都怀疑这是不是琵琶 还是这边的杂交品种呀 怎么感觉我跟在国内吃的皮吧 不一味呢 但也不知道是什么水果 这都是老卧鱼也看不懂呀 吃吧 还不错味道 酸酸甜甜 正好我喜欢的口味 昨天好像就在这家吃的 但是没吃饱 味道不错 还是在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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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了 人家给我上了两份汤 两份餐具 我把那个餐具退掉 看着就好吃吧 橙汁 橙汁这边是5块钱 这个是10块钱 两个就是20块钱 一般情况下就15块钱 拿下 昨天晚上吃完了以后 特别饿 到半夜又去出去加餐了一顿 这边怎么饭量这么少呢 鲜榨的冰橙汁特别好喝 冰橙汁 我这么吃是不是有点丢人啊 对不对 没办法啊 现在吃饱了啊 看他这里东西啊 豆芽 花生米 虾 粉 鸡蛋 青菜 辣椒 辣椒 柠檬 柠檬 现在在这个地儿是老挝的第二大城市 朗布拉邦 他这个地儿其实有好多这种中餐馆 有好多中国人 你看我那个酒店就是 包括去一些中餐馆 你直接汉语啊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这么多文字 但是你要去这种老挝人开的店里 哎 其实 英语他们有时候也听不懂 他们也不会说 刚才你看我基本上那简单几句 我本身也不好啊 就是会简单几句 大家感觉是挺懂的对不对 大家实际也没懂 等了半天什么也没给我上 然后我就去问他们 他们也不明白 我又拿着那个翻译软件 翻译成老挝语 他们才知道啊 要两份这个 一个这个 那这声闹的 我说那市场就是在这 但是感觉跟昨天比差远了 这热闹程度 可能是没到底 昨天我是九十点过来的 随便溜达溜达吧 这肯定是当地人赚的一些地儿 这广图五块钱一条 哎呀 泳衣 七八块钱一室啊 一件 这不是泳衣 短袖出来的 七八块钱一件 放眼望去 这些里边就没有超过二十块钱的 都是十块钱左右一件啊 无论是上衣下衣 咱看看老挝的儿童小世界啊 超火车 摩天轮 把这个来操作 哪都有这个啊 七块多钱 这个 一个 三个 三个 七块钱三个 这都扎一个肯定 掉一个啊 随便选两个 这特别容易 你想啊七块钱 他给你三个飞镖 那三个飞镖 按理来说都应该能中的 应该有三瓶这个可以兑换 我这弄了两瓶 水瓶low了水瓶low了 感觉这个黄颜色的还挺好看的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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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哈喽 fouten 3 ok 一双拖鞋 两瓶饮料 37块钱 在这边的消费 去下一个地方 戴这斗也挺好 还装着 不少朋友来这边也喜欢按摩 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价格 后边三个零取消掉 然后除以三 就是人民币 怎么样 这价格 估计这地儿陈哥太喜欢了 远程呼叫陈哥 老挝是一个全民信佛的国家 现在是晚上八点 感受一下这个街道的氛围 好安静啊 因为全民信佛 所以在拉邦 老挝的第二大城市 好多好多这种寺院 每天早晨 清晨 会有布施 什么一个活动 我其实之后 要来看一趟 也给大家拍相关的视频啊 好安静的街道 专业 看一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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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i i 这胯子好倒是好 没灯啊 摸黑回来了